大家好,歡迎收看Billy巴拉托 和大家講講2021年第3季 Johnson & Johnson的業績 業績之後 它的股價輾轉由158元左右 回到163-165元 整體來說都算符合預期的 在Adjusted Operational Sales 方面 剔除了匯率波動 以及收購合併 剔除各方面的數字 上升10.6% Adjusted Earning Per Share 更加上升18.2% 分佈的計算 最大的板塊佔了 56%的 Pharmaceutical 上升13.8% 到13 billion 最主要來說 就是它的股價輸入 藥物 有16.5%增長 其次 免疫 而Mutation 都有 Double Digit 相位數的增長 比較做得差的是 它那個 心管科的藥物 就是輕微的下跌 因為最主要來說 就是有些Bio Similar 就是有些其他的 同種的藥物 它要釋放了它的Pattern 各方面 這樣就跟它競爭 拉低了它本來享有的Premium 藥物的藥物 另外 它那個 這個Non-profit的Vaxin 其實都是賣了不少 美國也通過了 它是可以打補針的 Lex Johnson & Johnson 就不只是打第1針 還有第2針 那一個板塊 其實是上升超過60% 不過 既然 是Non-profit的時候 其實加了下去 扣成本 對那個股價 是沒有太大分別 純粹 是賺了口碑 商譽 還有 在那個疫苗的 角力 在那個 Distribution Channel 可以來 加分 這個 間接來說 對於其他板塊 也會有一定程度 但未必是 很material的 幫助 第二 那第二 他的medical device 佔他28%的 Sales 那個business 上升7.6% 到了6.6 billion 最主要來說 他那個 Interventional 和Vision 還有Surgery 三個板塊 都有 Double Digit 的一個上升 12%左右的上升 跟著 就是 Consumer 一直以來都是一個比較平穩的 大升 不會 但是 通常來講 在穩步上贏的一個板塊 佔他整個分佈 16% 輕微上升5.7% 去到 3.7 billion 這個 這個最主要就是 他所謂的OTC 就是這個 雙風咳藥 例如你去買Tanano Evil 那類型 爆升 除此之外 其他所有的板塊 都除了 Women care 是 輕微上升之外 全部都是輕微下跌的 因為上年 衛生 各方面 和 Lockdown 只有Farmers開 以至 就是 跌高了 今年 只能夠說 平穩 但是 除了雙風咳 各方面 都仍然是非常之強勁之外 他略為調高了 2021年的outlook 不過 這個純粹是因為 他有booster 如果剔除了 疫苗 根本是不賺錢的影響 實際上 他是 收窄了 收窄了 盈利的 估算 估計 剔除了疫苗的控制影響之外 他的 Sales的上升 10.3% 調整到 大約10% 中位數 而這個adjusted earnings per share 估計 instead of 9.68 調整到 9.5 暫時來說 調整都是輕微 再加上 他的業績 都是符合我自己的預期 所以 仍然維持 Target price between 170 到175 這個水位 不變 現價 163 元 之前 跟大家 說 美加經濟數據 市場分析 Weekly update 時 都說過 大約 在 159 160 這個稅位 我都入了多一點 現在 163 我就不會再入 純粹 hold 住 作為一隻大籃籌來講 值得長期持有 不過 假如跌破 160元 就會更加值得 吸納 再加上 這些籃籌股 如果長期持有的同時 亦都 未必能夠 Expect 會有個大賺 賺到盤滿盤滿 每年 是平均賺 大約11% 這個是Johnson Johnson 是由 上市以來 到現在 100年 裡面 那個平均數 都是非常之強勁 但是 亦都 可能要有耐性 長期持有 你才會開心 不然 早早跳車 就算鬼數了 我自己 利身 都是繼續有的 而且 略為增持了 short term portion 可能 過回170元的時候 就會放回那個portion 只剩下 長期持有的portion 目前為止 三分一是短線 三分二是長線 Hopfully 這個給大家一個 參考 因為之前 update 了幾次 Johnson Johnson 再加上 那個 result 有沒有特別驚喜 有沒有特別驚嚇 所以 update 到這裡 就算了 Hopfully 給到 參考價值 加上 戴頭盔 股票 自己投資 自己來 去買 自己研究 自己負責任 這個是 僅僅 是 參考 我自己操作 歡迎大家like subscribe share 比利巴拉 talk talk 好 到這裡